花莲市的重阳敬老礼金已经发放了 而在26号的上午 市长魏嘉贤特别代表花莲县政府 以及花莲市公所 来到了民政、民权以及主农礼 探望90多岁的长者 并且自证了重阳敬老礼金和生活物资 期盼老人家能够生活的平安、快乐 重阳节前夕 市长魏嘉贤特地到民政礼、民权礼 以及主农礼探望90多岁长者 并且赠送重阳敬老礼金以及生活物资 并闲话家常 期盼老人家平安健康 要有什么需要 要改善的地方你就不要客气 把你平安、你感受都可以跟他说一下 谢谢你 平安 好平安 谢谢 那我们真的忠心期盼 所有的长辈在花莲都能够开心的生活 开心的、健康的在花莲继续生活下去 那我们也特别谢谢我们平常在里内服务的一些里长跟里干事 热心的把我们长辈所提出的需求都反映上来 那今天也是特别代表花莲县政府跟花莲市公所 自证的这些重阳礼金也要谢谢过去这些长辈 默默的为我们社会付出 才有我们今天健全的社会 那我们也期盼未来我们能够建构更好的一个长辈的环境 让他们能够安心安全的出入 市公所今年编列重阳节敬劳礼金748万600元 总计有11582人符合发放资格 为加弦说 市公所借由发放礼金的方式关怀每一位长辈 如果发现独居长者有需要关注的状况 可立即通报相关单位介入与关怀 也祝福花莲市所有长辈在重阳节平安健康 记者刘明胜 花莲市采访报道